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和大家討論9月11號的第二場賽事 第二場賽事,這場是五班一千 和大家討論神操 百利明區,剛剛才跑完 都是原裝配搭,保持功夫 2號的搶功威威,試過三貨集 功夫是很積極的 3號的徐我來,轉倉初出 文家良轉搖本輝,徐眼罩 功夫審拿,試過貨集 都是積極的 4號的哈哈王王 功夫史速風,試過貨集 都是積極的 5號的紅方進區,剛剛跑完 都是原裝配搭 6號的天王巨星,在松化 試過貨集 但是在松化運了下來 急到今天為止,還未到沙田 沒在沙田摸過 7號的金剛獸 角蘭也去摸過 但沒有試過貨集 8號的大地和平 8號的大地和平 黎海榮也試過貨集 功夫都是積極的 9號的徐我來 功夫是積極的 潘頓好像沒有摸過 10號的隱隱腳 剛剛才跑完 和百里明區在那裡鬥燒 燒到回來最後50米 我們才沒有錢收 功夫都是不用操 10號的隱隱腳 莫蕾拉 轉了何澤堯 今次 11號的雷超 雷超 莫蕾拉 親自摸過 沒有試貨集 但親自摸過 這一場馬 線路 是一點都不單純的賽事 一點都不單純 盡量的話 細細鑄玩一下 不要拿來過關 不要拿來大鑄勾 也不要拿來過關 因為線路是很複雜的 一邊線路有7隻 另一邊線路有3隻 蘇偉賢出2隻 預計前面快的馬 這場的步速 百里明區會快 搶公安威士集 沒有速度 除我來 一直都沒有速度 哈哈黃黃 紅方進區 天王巨星 可以守著下跑 7號金光手 守著下 不用太快 也不用太厚 8號 守著下跑 9號 9號做得好 有時 有時快 有時守著下 10號 11號這隻比較奇怪 有時 上季季初的時候 放在前面 季尾就沒有速度 這一場馬 絕對線路不單純 如果有聽過Live說過 一有大地和平出 有些線路 就複複雜 再加上 隨我來入民交量轉過去 總之 線路不單純 線路不單純 也要選馬 也要選馬 那我就看回紅方進區 紅方進區 看上季 波鍵士12檔 後上跑過第二 都是快匯谷1000 來的 看回那一場賽事 12檔和11檔 留意一下 戴眼罩那隻 其實這裏 出閘是快的 但是 是拖回後面 當日那個是波鍵士 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一點 金剛獸 大地和平 尾 金飯碗 這場是金飯碗 贏的 好像線路不單純 那一場 又是 我叫大家 不要玩那麼大 那一場 紅方進區 這裏才能站到 這裏 這裏 騎下去 騎下去 反應很好 金飯碗 贏了 這場金飯碗 少了很多對手 做得好 跑第三 潘先生 金剛獸 全勝姿態 贏了 馬 還有 大地和平 同場 這隻 紅方進區 我都跟大家說過 是一隻明星馬 鬥志 就是好的 為何會選擇 他呢 其實他呢 是一隻真真正正的五班馬 來的 這一場 對著的馬 有一些四班降下來的馬 有百利明驅 搶公威威 徐我來 哈哈 哈哈 黃黃 都是屬於 就是 就是 下來五班跑 沒有多少劑 其實 你當他是四班 剛剛下來 未真正 如何去拼 給你看 但這隻 紅方進區 是真正正正的五班馬 其實 你說要買他 WIN 就很難 既然一場不單純的賽事 那 就 搶他一個 鬥志 只是搶他一個鬥志 那 波鍵士十二檔 你看到他出閘之後 其實 這隻馬出閘不慢 只不過是要拖 後去 然後再衝上來 那 其實 就是 這隻馬 如今天 排回九檔 那 我有理由相信 他就 如果 涉恩 比波鍵士 搶位 厲害一點的話 就 或者他一出閘不用 到那麼後 而 可以好似 潘頓那些 慢慢打散 的話 就變成了 不需要那麼後 希望他回來 有得衝 這一場既然 不單純 那 我也都不建議大家 說 鐵三角 其實季初 我都是熱身階段 所以 我都盡量將成本 壓低一點 是 賣了下去 是看看馬 怎麼跑的 就跑多入一個 多月之後 那些馬 大部分都熱身 跑 落淺 下去 跑過給大家看 那時候 才去 真真正正去 出擊頭主 就比較好 那 所以 我這一場 我就建議 就 拿一隻 鬥志鮮明 做膽 5號膽 做拖 第一隻 我拖 上次放回來 就 我喜歡的 李敬國 上次 就和 印印腳 燒 今天都有可能 一起燒 但是 看這隻馬 在他轉彎的時候 試過一次 因為這些 側身馬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 跑過多少場 跑過幾場 已經是比之前 你看 上季 季尾 放回來 斷到離譜 是近這兩場 放回來 才開始 縮窄 距離 越斷就越少 上次 比到20倍 我們搏 搏到最最後都開心 到最最後50米才斷 其實 如果那場 沒有印印腳 就收了錢 其實 事後恐明 但是 我覺得這隻馬 還是有進步的空間 依然是原裝配搭 雖然又遇到 他一隻印印腳 蘇惠賢又出兩隻 那你變了 蘇惠賢又引腳 又撿過二檔 都是不放過你的 但是 看他可以 叫做 跑完一場 有些進步 看看千 快活谷 短直路 會不會易捱得到一些 那 再按11 再看一隻 就看一隻 雷超 那 雷超這隻馬 就很有趣 上季 就在四班的時候 後追 可以追到第三 那 跟著 就跑 跟著 開始落五班 可以擺得前些 來走 跑一跑一 之後 去到季尾之後 就 突然間有兩場 變成後上 李保利亞 杜美爾 這兩場變成後上 這一場 換到莫雷拉 既然 角蘭做不到榜 既然 既然 又不找些輕仿騎士 還有很多騎士選擇 這場出11隻馬 現在有這麼多新騎士 又有華人騎士 有這麼多 譬如 譬如 楊明倫 這些 新騎士 可以騎 但是 都要抬到莫雷拉 今天 撿過一檔 如果前面 印印腳 百里明驅 真的在搶 那 這一隻 雷超 又可以後追 又可以 擺得前些 咬得住 報速 雖然 他是一隻 五班馬 其實上季 其實用過多少場 那 上一場 我們選了 水箭龜 見到角蘭 怎樣騎 唉 真的一口 一口笑 這次 又用到莫雷拉 既然 那麼強配 就 相信他一次 那 按一隻 如果我建議 現在 一拖二 如果 建議 冷門 多愛一隻 大地 和平 八豪 那 為什麼我會選這隻 這隻 純粹是捉路 上季 有場賽事 他輸 是戰意 是誠意 如果 有聽過Live 賠率 完機 大家都猜到 哪一場 那些線路複雜 這場線路 一樣複雜 但是這三豬飛 就當 買來可以用一隻 鬥志鮮明的 搏一下冷門 其實做得好 都好 但我嫌他沒有試雜 還有 還沒熱過身 又倒閉 十當 既然 鮮老 又是這麼混亂 這場 三豬飛 就用來搏他 爆 就是 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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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搏他 爆冷腳 因為這些線路 人家十個碗 吸來吸去 轉來轉去 你真是不知道 他那顆 會放在哪個碗 你是很難猜的 到現場 那些飛的時候 你才可能 會被你猜得到 我暫時 以馬論馬 就選擇一隻 洪峰進驅 馬主鬥志好 大家如果有看我的影片 徐與石 那天 那隻馬 好好利高 現場 輸了六百萬飛 不知道誰買下去 那 應該可能 鬥志會更加好 那 變了 就 他是一隻 五班馬 但是 要他的鬥志 拖了一號 白利明區 希望他 發活谷短直路 可以放得 不用像沙田上次 那樣 就捱多一百米 因為發活谷短一百米 那直路 希望他可以捱得到 那 還有一隻 雷超 因為 今天 抹到 莫雷拉 可以 守得到 又可以 後追又可以 撿去一檔 莫雷拉 都比較好處理 這隻馬 冷門 我就要回大地和平 因為 徐外來這隻馬 轉去 搖本輝的時候 這隻徐外來 一開操 就徐 一路遭到現在 但是 今天 他竟然 放棄 徐外來 而 其實這隻大地和平 我相信 就 當是捱路 既然有好賠率 那就要他 這場的介紹 五號膽 紅方進區 做膽拖 拖八利明區 十一號的雷超 和八號的大地和平 就是我一拖三 這一場是 再提一提大家 是一場複雜的線路 很複雜的馬來的 是不適合 過關 過關 頭駐的 但是你說 是不是一定是 開到很好賠率呢 也是未必的 我 只不過是 叫做 參與下去 都要介紹一些馬 出來 所以就拿著 紅方進區 好鬥志的做膽 這場的介紹就到這裏 多謝各位 希望 那天都贏多些 多謝 拜拜 十一號 趴馬尼 開始